好 大家好 又到了視算表第四課 今天這一課我會教得很少很少 原因就是今天教的功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我想希望大家完全熟悉才去再下一步 這個功能裡面有很多變咒 很多不同的 加了一些難度 所以我今天就只是教一些最基本的 好了 今天要教的什麼呢? 大家看到的screen 都知道了 今天我們要教一個叫if的功能 那什麼為之if呢? f 意思是中文解釋就是如果 那什麼叫如果呢? 原來你發覺我們X有少少像寫鋪跡 或者其實我們在電腦世界裡面 如果大家有多印象我講過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選擇題 例如我按A按叫做了50克做什麼 或者我打那個怪獸 那個個血量不夠就死 沒事就好 又攻擊我 其實很多都是一些選擇 路徑 在 Excel 我也可以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好了 我用之前我們說 留意何時會使用呢?通常如果你發覺一個儲存格,例如B 我們會有機會出現,例如Good又或者Bad 不一定Good和Bad,只是一個例子 總之有兩個不同的輸出的話 你就會發覺這一題很大機會就是會使用這個if 例如舉例子,我今次測驗 如果不合格的話就要留堂補測 但是我們想在旁邊要補測 要不需要補測,要不需要補測 你發覺就有兩個路徑,事不宜遲 假設這次測驗是100分滿分,而50分是一個合格分數 所以我們就說如果 中文就是如果 分數是小過50的話 就會顯示留堂 否則就會顯示OK 我們中文或者邏輯上是這樣處理 如果 我先打出來 如果 分數 少於 50分 變 顯示 留堂 否則 顯示 顯示 OK 好了 你會見到這個情況 如果你看到Excel出了世界 很簡單 我們按儲存格格式 當中有一個叫對齊方式的 自動換行 它就會在31格 這些可能在等復課時我們再去教 因為真的要大家跟著一起做 好了 我們的邏輯上就是 如果分數少於50 顯示留堂 否則顯示OK 你會見到 我們很多時候寫program 都會想先做什麼 然後我們先透過用一些語法去寫 好了 等於 如果 就是if 今次分數在哪裏呢 分數在A1 所以我選A1 少於50 好了 說了這句 如果分數少於50 豆豪 真是豆豪 顯示留堂 留堂因為是一個文字串來的 我們要用兩點包住 顯示留堂 否則 都是加豆豪 否則顯示OK 所以你看到是OK 如果我複製到下去 如果我複製到下去 你就看到 它自動跟著這裏的條件去改變 我們再看看 如果A2 小於50 我顯示留堂 否則 顯示OK 你會看到 第一格這一格 是一個 我叫條件 什麼條件 一定是大於小於50 這些東西 最後是Return 一個叫做 真值True 或者 假值 False 一定是這樣的 第一格這一格 一定會Return 真值 或者一個叫假值的東西 什麼時候會出現這些? 通常是小過大過等於 這些就會出現真值和 假值的東西 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用法 特別留意 第一格 這個是 一個條件 會Return True 或者False 第二格 就是當如果這個條件成立 我們會顯示的東西 如果是 文字的話請用兩點包住 接著去到這裏 OK 就是 當如果這個條件不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會 顯示這個 所以同一個做法 你會發覺 可以有另一個寫法 當如果分數 大過等於50的時候 我顯示OK 否則 顯示 樓堂 你會看到Exactly一樣 效果是一樣的 有不同的寫法 兩個寫法都能夠接受 OK 大家記住 首先想了你的邏輯是什麼 然後記住語法就是 第一個 是一個條件 Return True and False 在你們現階段通常就是 大過小過等於 這些東西 但是記住 不一定是 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們慢慢學習 複雜一點就會看到有更多的 第二格 是什麼呢 第二格就是 我們的 當如果這個條件成立 我們就會去 顯示什麼 當條件成立我們顯示樓堂 第三格就是 當條件不成立的時候 我們又會顯示什麼 OK 當條件不成立的時候 我們會 又會顯示什麼 這個呢 就是我們 今天要說的內容 希望大家 可以去到 掌握一下 看影片 然後做一封Google Form 我們今天就去到這裡 走了